由韩曼改编的电视剧 他人及地狱真的太惊悚刺激了 小白兔自投罗网进入变态杀人院 受环境影响一步一步被逼疯 镜头拍摄出了气氛的诡异 看到小编两集都不敢出门了 故事的开始 男主小帅是一个从乡下来到首尔的打工仔 他为人老实 做事本分 刚到首尔下了车他就遇到了倒霉的事 拿行李时被一个大叔撞倒了行李箱 大叔敷衍道歉便匆匆离开 小帅也没有和他计较 连忙打开行李箱检查 才发现电脑已经被刚刚的大叔撞锁 他急忙追上去想要大叔赔偿 却发现人早就消失不见了 没办法小帅只能认在 自己拿着电脑来到了维修店 可询问价格后 才得知换一个显示屏竟然要20万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小帅有些纠结 老板看他像大冤种 好心地给他打折到了18万 于是他将电脑留在了店里修了 可刚出门换了家电询问 却听到只需要15万 而且给现金的话还能更便宜 这样小帅顿时傻眼了 可电脑已经放在店里 他也只能自认倒霉 紧接着为了能够在首尔生存下去 他需要先找到合适的房子 可在寸土寸金的首尔 好一点的房子竟然要60多万 这让本来就不富裕 还被坑的小帅完全承担不起 他只能一再降低自己的要求 可看了一间又一间 市区内的房子就算设施老旧又狭窄 却还是需要27万 这样困难的小帅也开始头疼 他拖着行李箱在街上无家可归 走到了一家餐馆前 想着一天没吃饭先填饱肚子 于是进到餐馆点了最便宜的套餐 边吃饭边继续在网上寻找房子 突然看到有一处考试院的房子 只需要19万 这让小帅立马点进去查看 虽然距离到市区有点远 但有地铁也比较方便 于是立刻打电话联系了房东上门看房 可赶到后看着破旧的楼房 小帅又开始犹豫了起来 刚准备离开行李箱又不争气坏掉 他只能暂时先安顿下来 搬着沉重的行李箱爬到了三楼 房东胖大妈热情地接待了他 随后胖大妈带他来到了303房间 向他介绍了在这里的情况 大妈也是个实诚人 直接坦白地告诉他 是因为上一位租客在这里自杀了 所以房子才是白菜家 看着狭窄破旧的小房间内 只能摆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 而且房间内充斥着发霉的味道 连个窗户都没有 这让小帅心里一时接受不了 可想一想自己的空空的口袋 不睡这里可能就要睡大街了 他还是暂时直接将房子定了下来 这时小帅出门的时候 却不小心撞到了另一个租户刀疤男 暴躁的刀疤哥直接问候了一遍小帅的家人 便给了他一个威胁的眼神就离开 房东让他不要在乎这个男人 这里只有他脾气暴躁 其他的人都很好相处 而且男人马上租妻就到要离开 这里随后他将小帅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将备用的钥匙给了小帅 并告诉了他基本的租房事宜 从房东大审房间出来后 小帅准备回自己房间收拾东西 却在楼道遇到了斜对面的租户 男人戴着眼镜长相为所邋遢的站在门口 小帅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可为所男却不说话只是直勾勾盯着小帅 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而当小帅准备打开房间的门时 走廊里又来了一个看着就精神不正常的傻子 大傻子指着他不停地傻笑 笑声像婴儿一样非常诡厉 比小帅还清楚他的房间 表示小帅开错了房间的门 反应过来自己确实开错了的小帅 刚准备和这个邻居说两句话 而大傻便直接转身笑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举动也是让小帅觉得有点诡异 而让他不知道的是等他回房间后 为所男又偷偷看着他房间的门 进到房间那小帅体验了一下 躺在床上根本伸不开头 床还嘎吱嘎吱地坐小 枕头上全都是灰烬 房间内充斥着发霉的味道 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小帅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母子两个刚寒暄了几句 房门却被猛烈地敲响 等到小帅出来查看时 又发现是之前的骂他刀疤男 男人生气地表示 想要打电话去外面别打扰别人 又将他骂了一顿便转身离开 这时小帅才发现原来房间不仅破旧 而且还不隔音 接着小帅准备去洗衣服 却发现洗衣机到处都是污渍 自己的衣服估计放进去会更脏 等他来到洗手间时 洗手台也是一样的脏 而且上面摆放的肥皂上还有头发 公共的厕所里马桶简衣又破旧 估计一坐上去救回他 紧接着又打开另一个隔间室 没想到又撞上了刀疤男再解决 这缘分挡也挡不住 幸好刀疤男还暂时抽不开身 只是又开始骂骂咧咧的 不然小帅今天应该要挨一顿打了 安顿好之后小帅又来到了天台 他递女朋友打去电话 想约他出来一起联络一下感情 可女朋友今天公司组长生日聚餐 表示只能改天再约了 两人刚挂了电话 这是楼下的房东大婶来天台晾衣服 热情询问小帅住房感受 并告诉小帅四楼之前是女生宿舍 后面发生了火灾废弃 让小帅不要去四楼否则会受伤 小帅也没有在意地答应了房东 他准备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又路过了开着门的猥琐男房间 看到猥琐男正在剪着性感女人的海报 而且他房间的墙上 全部贴满了他剪下来的女人的海报 这让小帅直接看待了 而猥琐男也发现了他 没大理他小帅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而猥琐男此时又走了出来 死死地盯着小帅的房门 而此时的街道巷子面 大傻正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准备回家 却在路口再看了一个美女正蹲在地上 他开心地笑着走向美女 美女看到大傻诡异地笑着朝自己走过来 吓得直接跑回了家 而大傻只是盯着刚刚美女喂过小猫 露出来诡异圣人的笑容 很快他就提着黑色塑料袋走到了楼下 看到有分发免费品尝的奶茶 他也伸出手去好 好心得大婶递给了他一杯 他却并没有接过 原来他要的是一瓶 开心的大傻抱着一大瓶奶茶上 又遇到了胖房东 他看到了大傻手上的猫毛和血迹 骂了他一个人让他最近消停了下 而大傻并没有回到三楼的房间 而是转身走上了四楼 原来猥琐男也在这里等他 大傻将交代扔给了猥琐男 昏暗破旧的楼道内 伴随着大傻诡异的笑容 两人一起又进了末尾的房间 大傻坐在凳子上把玩着玩具枪 嘴里还说着 住在考试院的好处就是死了以后 都没有人知道 这显然房间内有第三个人 此时的猥琐男也直接拿起了斧头 朝着对面的人劈去 镜头一转 小帅在睡梦中感觉好像有人在呼喊他 他被惊醒 起床查看是不是隔壁传来的 这时楼上又传来动静 楼上不是因为火灾已经荒废了 为什么会有声音 他出门顺着声音来到了四楼 门上赫然写着女生宿舍的字牌 正当他准备打开门时 却被楼上跑下来的大傻用玩具枪打中 他刚想和大傻里面 却看他傻呆呆的样子也没有说什么 而大傻表示四楼没有人住 房东阿姨不许进便跑下来了 而等大傻走后 小帅思考了一下 也怀疑是大傻刚才弄出来的动静 便没有多想转身离开 这边的警察小花接到群众举报 说有人将死猫的尸体扔在了他家楼下 小花立刻带着同事前往标查 果然在路边黑色的塑料袋里 发现了散发臭味的死猫 而这已经是这个月发生的第十次了 可因为小区附近也没有艰苦 所以并没有找到这个凶手 可小花却一直怀疑是附近的居住的熟人作案 同事并没有这件事当回事 可却引起了小花的注意 因为在前三个月这里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而当时尸体的附近也陆续有小猫被抛尸 晚上小帅被同乡的哥哥约了出去 为他来到首尔接风启程 同一年龄的两个人 同乡的哥哥已经是老板 而小帅却还是为他打工的小弟 哥哥摆出了架子 假模假样地关心小帅 却给人一种施舍可怜的感觉 这让小帅很不爽 可小帅只是皱了下眉 男人就表现出了不高兴 开始咄咄逼人 两人走出餐馆来门口抽烟 这时门外的两个年轻的争吵打了架 小帅刚准备打电话抱紧 却被一旁的哥哥拉开 表示这种事情现在太常见了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可此时小帅盯着地上的两人 恍惚间好像地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下一秒小帅突然爆发 他直接冲了上去将两人拉开 愤怒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水 事后小帅意识到自己太过一冲突 小帅不想再和男人继续喝酒 准备搭地铁回家 而这时身后的男人还不断地命令 这种命令让小帅真的不想再搭理他 可恢复理智他还是乖乖地走不过去 男人也没有再咄咄逼人 只是拿出了钱给小帅打车让他回家 车上听着司机不断地抱怨和牢骚 小帅表示自己很累让他安静一点 可司机却表示年轻人有什么累的 小帅也是被整如雨了 筋疲力尽的小帅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殊不知这里才是真正的地狱 他站在楼道里乱煮了 这时身后的一个穿着衬衫的闷骚男叫住了他 对着小帅说一堆奇怪的话 并询问小帅站在楼道里有没有一种 好像永远无法逃脱的感觉 还表示这样真的很有意思 小帅看着男人奇怪的行为 并没有理会便快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此时隔壁的人 正透过墙上的一个小孔丁的小帅 深夜小帅来到厨房准备给自己煮碗泡面 刀疤男大叔也走过来 表示连他的也一起住了 并提醒小帅旁边的鸡蛋千万不要吃 小帅好奇地将鸡蛋打开 原来房东所提供的鸡蛋都是坏的 随即两人坐下来聊了起来 原来最看着最凶残的刀疤大叔 实际上是公寓里最正常的男人 大叔表示这里所有人都是变态 谁都不知道变态那一天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表示自己住不下去了 很快就要搬走了 最后劝小帅也赶紧离开这里 小帅虽然觉得住在这里的人都很奇怪 但也觉得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吃完面的他便准备回到房间睡觉 可此时的猥琐男又站在了自己的门口 死死地盯着小帅 他看回去猥琐男不猥琐 又想起来刀疤大叔说这里人眼神的可怕 这让压抑了一天的小帅也是有点烦躁 直接对着猥琐男一顿骂 将自己一天的不爽都发泄了出去 便转身回到了房间锁上的门 却没想到此时的猥琐男还在盯着小帅的房间的方向 而他的身后正藏着一堆帽 晚上猥琐男站在了小帅房间的门外 一直重处着杀布杀 而房间内的小帅也听到了门把手的声音 他起床出门查看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人踪迹 四处查看猥琐男的房间门并没有门 他打开门一看 里面的墙上全都是形 而这时一旁的猥琐男直接拿刀冲了出来 一下秒他被惊醒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做了论文 这时小帅听到了门外有吵闹的声音 他走出门查看 原来是刀疤男大叔正在教训大厦 从两人的谈话中可以知道 可能是大刀疤男的房间而且留下了痕迹 而此时的大傻表示不是自己 而这时楼道的另一头却传来了动静 一阵笑着传来 下一秒一群人竟然看到 一个和大傻掌的一样的人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那把玩具枪 大叔左右观察 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傻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二傻 刀疤大叔正准备上前教训二傻 这时房间内的门骚男走了出来 上前制止大叔 他抓住了大叔手臂 却没想到看着凶猛的大叔 却根本正脱不了男人抓住的手 眼见这里所有的变态都是一模 每个住户都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让刀疤大叔看了都顾免害怕 看情况不对也没有计较 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小帅也没有多想转身 便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 门外的猥琐男却还在看着他 小帅也不想和他计较 第二天小帅收拾好了出门 今天是他去新工作入职第一天 来到公司同事们热情和小帅打了招呼 只有旁边的蘑菇头小黑并不想搭理他 这让小帅有些不爽 作为同乡的老板将小帅了外面 小帅向他吐槽同事的小黑行为很奇怪 可男人去表示职场就是这样的 但小黑很多行为很奇怪 但是工作能力很强 让小帅多忍一下好好跟着他学习 话里话外都在贬低小帅 说完便转身离开 而男人离开的后关门的瞬间 小帅好像从门口又看到了 一直在盯着他的微风 这难道是产生心理阴影了吗 而这边警察小话 经过几天调查 却没有发现关于连环杀猫案的线索 他很郁闷怎么有人这么惨 这个月已经是第13期了 同事们都让他不要再纠结 这只不过是一些死掉的流亡猫人 可身为爱猫人士的小花人 他可通几天对地图作坟 决定再回案发现场看一下 而这边公寓里的刀疤大叔正在睡觉 却突然听到有人在开自己的门 刚坐起来几个变态 突然冲进房间将他控制住 其中的还有那个人模人样的闷骚男 他拿起刀子最后走进 直接插在刀疤哥的身上 下一秒刀疤大哥从床上清醒过来 原来他也是做了噩梦 估计再住一段时间 都要有心理阴影了 而这时他又听到楼上的动静 这次刀疤大叔忍不了了 直接拿着刀就冲上了四楼 黑暗的走廊内他四处查看 结果下一秒竟在一个打开的房间 看到了一具尸体 就让他也被吓傻愣在了原地 却没想到此时他身后的门正缓缓地打开 还没反应过来大叔就被直接砸晕 这时楼下的房东正在清理地板 也听到了动静可他并没有在意 显然他也是这群变态的同伙 而这边警察小花来到案发现场 可他左右观察却仍然没有发现摄像头 这时他看到了停在路边的车子 显然车子已经在这里放了很久 于是他打电话联系了车主 想要调取行车记录 车主也很快来到现场 通过对记录仪视频的查看 小花将可疑人员确定了 视频中手拿拿着黑色的塑料袋的大傻 而这时旁边的车主看到塑料袋 一看就认出了这是十字路口文具店 小花来到了文具店调取了监控 再确定了只大傻住在附近考试院 他来到了破旧的考试院 询问房东胖大婶对监控里的男人认不认识 而胖大婶看完监控视频后 表示这个人是好人只是有一点脑子不正常 紧接着他将二傻叫了出来 看着房间内走出来不断傻笑的男人 小花将他带回来警局 小花询问他为什么要杀害十三只猫是 二傻表示自己只杀了一只 等到小花再次询问 二傻只是不停地傻笑 然后站在凳子上把玩手里的玩具敲 眼看二傻神志不清问不出来什么问题 小花也只能将他暂时放了回去 而这时的刀疤大叔也醒过来 才看清袭击的他的人正是大傻 他拿着斧头站在大叔面前 下一秒准备砍下去的斧头又停了下来 原来他在捉弄大叔 而此时的大叔也没见过这种场面 完全已经被变态的大傻吓坏了 这时身后的二傻回来吸引了大傻注意 等到二人离开 刀疤大叔慢慢地冷静下来 他振脱了大傻没有绑好的交代 打电话给了熟悉的警察 然后告诉他这里发生了情况 可还没说两句话 变化就因为没有信号被关了 无奈的他只能先逃出去 他脱下鞋子防止发出声音慢慢地向外走去 却没想到身后早已被人盯上 他悄悄走到拐角处看去 确认没有人正准备逃出 身后的闷骚男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他身后 下一秒回头直接被斧头劈了下来 事后闷骚男拿着斧头大胆地走下了毒 清洗掉了上面的血迹 然后坐了下来 平静地看着对面的二傻说他没有把人看住 连差点就跑了 显然二傻是害怕闷骚男的 停下了手中在吃的泡面 严肃地和对面的闷骚男道歉 还开始不断地扇自己的耳光 可闷骚男并没有选择放过他 竟直接将滚烫的泡面扣在了二傻的头上 深夜警察根据刀疤男的电话 也找到了考试院 他询问房东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男人 而房东表示如果他明天不来的话 自己也要去报警了 并告诉警察刀疤男不想叫拖欠的房子 已经从这里逃走了 说完他带着警察来到刀疤男的房间 警察一番寻查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转身下楼准备离开 正好遇见了刚刚从公司聚餐回来的小帅 拿着照片询问小帅认不认识这个男人 看着照片里的刀疤男 小帅表示不熟但是也说过几句话 并表示刀疤男和这里的租户关系不是很好 于是警察留给了他明天 让他想起什么再告诉自己 说完便转身离开 小帅也上了某 路过房东阿姨房间时 告诉他有寄给他的快递 他查看时却发现快递已经被打开 而房东阿姨解释是 猥琐男不认为是自己的打开查看 这让小帅又开始恼火 这个变态怎么对自己英雄不散了 他气愤地走到猥琐男门前想要领问 却想起来之前大叔说不要惹这里的变态 又作罢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时小帅好像突然想起了 之前刀疤大叔说过他要回老家 开断渔场的事情 于是急忙地下楼寻找到警察 下一秒他直接被男人围住了脖子 原来是猥琐男害怕事情暴露 选择杀人命 他直接拿出来刀刺进了警察的身体 警察趁机反抗 两人在车里打了起来 而此时的下楼小帅 却没有看到警察的身影又重新上风 这时旁边车子的不停晃动 引起了路过的牙医注意 他缓缓地走上前查看 却只看到一个男人血手印流在车窗上 下一秒打开车门警察掉了出来 可他并没有慌张 只是淡定地又打开了身后的车门 原来他和闷骚男是一伙的 牙医没有废话直接一针镇定剂 扎在了闷骚男的脖子 并表示他果然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既然又在没有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杀人 还没等闷骚男说话便直接将他掐死 原来这个温文尔雅的牙医 才是这群变态的领头人 而他的变态喜好正是每天躲在小帅的哥们 每天偷偷观察他的男人 此时的小帅正在天台上给女友打电话 表示住在这里的人都太惶异了 自己挣到第一个月工资就离开 而女友小美以为是他太敏感 表示让他不要在意 好好的工作就可以了 寒暄了两句便挂了电话 而这时刚刚杀过人的牙医 竟然淡定地走上了天台和小帅热情地打招呼 表示自己是新来的注目 看着面前的男人冲自己一只诡异的笑 小帅表示他这样非常地不礼貌 可牙医却表示是因为自己太开心 说完便对着小帅来了一通表白 还给了小帅一瓶啤酒 便随机亲切地和小帅搭话 小帅出于警惕本不想搭理他 但牙医好像提前了解过小帅一样 直接聊起了小帅最喜欢的作家 小帅一听感觉好像找到了知己一样 也放下了警备和牙医聊了起来 两人还聊到小帅也写了犯罪小说 一起还交流着犯罪心动 看着一旁侃侃而谈的小帅 牙医顿时感觉自己找到了完美的作品 此时的小帅还以为自己找到了 公寓里唯一的正常人 两人聊完了以后随即回房间休息 却没想到等小帅进去以后 大傻从房间里拿出一堆的产品和铁敲出来 原来一群变态士接到了牙医的名 准备去郊区将警察和闷骚男的尸体处理 看着娴熟的说法 显然这已经不是他们的第一次 他们随即将尸体演买后 将警察的车子交上了汽油点灯销毁证据 而这一晚和牙医聊过天之后的小帅 对于自己的犯罪小说格外有灵弹 他打开电脑准备写下灵弹 却发现自己的电脑明明是关着的 为什么现在是打开的状态 难道有人进过自己的房间 可他并没有多想便分笔记书写了一夜 直到坐在电脑桌前睡着 早上他来到公共浴室洗澡时 又遇到了牙医 他的随机询问到牙医有没有看到闷骚男和刀疤大叔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牙医愣住了一会后 紧接着回答小帅 表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相互不太了解 而且出于礼貌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行为 小帅想了想也是便也没有在意 洗完澡的他收拾好了东西 转身便准备去上班 可出于警惕他在电脑上放了标记 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进出自己的房间 在路过猥琐男门口时 看到男人又站在原地死死盯着自己 而且藏在背后的手好像有什么东西 就在猥琐男准备拿出来时 被房东阿姨及时叫住 热心肠的房东大妈让小帅赶紧去上班 然后提醒了猥琐男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影响 从来压抑的考试院走出来 小帅才松了口气 而此时的牙医正站在楼上观察小帅 他吩咐大傻今天就要做掉刀疤大叔 随后几个变态来到了四楼 他们变态地分配着各自动手的地方 随后牙医也走了进来 穿戴好了防护用具 率先下手 而她的品号就是收集各种被害人的牙齿 然后做成饰品收藏起来 而这边的警察局内的小花 还在郁闷考试院的鬼里 却发现警察局门外 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女人 她趁机绕到了女人背后叫住女人 女人看到她慌忙地逃走 小花立刻表明了自己是警察的身份 询问女人出现在这里有什么事吗 而女人也说出了原因 原来警察局最近在调查的失踪外籍人口 竟然是女人的老公 女人表示因为工作原因 她和老公两人分居两个地 自己的老公住在考试院里 她最后一次见到老公的电话时 老公却表示考试院的人非常的可怕 而且要杀害自己 听到女人的话 这让警察小花联想起考试院的傻子残忍 害死猫鸣 这不仅让她对考试院的怀疑有更加多的一份 可她没有证据也不能直接去抓捕 而这边上班的小帅也有麻烦不断 本来就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却每天都要被旁边的同事小黑指责 美女同事和自己搭讪 会引开小黑的妒忌 威胁她要老实本分 不要因为靠着走后门的关系就耀武扬威 紧接着又在她询问工作原因 直接嚣张对着小帅一顿披头盖脸的臭骂 小帅心里早就将小黑千刀万管 可实际上生活不易 她也只能在工作中忍着 而这边的小花通过调查 找到了当年收留傻子双胞胎的养父 询问她一些关于傻子兄弟小时候问题 却听到养父表示两个孩子从出生就很奇怪 自己亲眼看见过两个年幼的孩子 准备放火烧死自己 可当时她喝了酒 所有人都不相信她 后来因为害怕就将双胞胎 又重新地送回了保育院 紧接着她带着小花找到一项关于双胞胎的资料 让小花自己处理 小花拿着资料回到家 将其中的录像带放进了电视 看到的都是傻子双胞胎小时候的场景 而视频里赫然出现的女人 竟然是房东大婶 这边下班回家的小帅 在路过门口时却看到双胞胎 正在抬着一个大的包膜 好奇心驱使她跟了上来偷偷尾随查看 而这时身后的大傻好像察觉了动静 小帅立刻躲了起来 可当她探出头查看时 傻子已经站在了不远处 以为是自己被发现了 原来是一只小猫吸引了大傻的助力 这时身后的牙医突然叫住了她 吓了小帅一跳 牙医询问她躲在这里干什么 随后她看出了小帅的怀疑 直接走到了双胞胎的面前询问 大晚上的兄弟两人在做什么 而是兄弟两人表示 因为他们不叫房总 房东阿姨让他们去劳动倒垃圾 可两人的回答 并没有让小帅打消怀疑 而一旁的牙医还附和着 为什么大晚上的去倒垃圾 于是让兄弟两人打开 看一看来证明 不然自己就报警了 而这是身后的大傻 却突然从口袋里 拿出了刀对准小帅 本以为是要杀人灭口 结果下一秒直接递给小帅 让他自己打开查看 小帅壮的胆子蹲在地上打开了袋子 结果看到的东西 直接吓得小帅后退了尸击 这时牙医也上前观察 才发现里面竟是一群小猫的尸体 而兄弟两人也表示 是因为这些猫吃了老鼠药 才会被要死 受过惊吓的小帅还没有平静下来 牙医邀请小帅可以一起喝一杯 两人也回到了公寓的厨房 牙医请小帅吃着奇怪的拌肉 灯一闪一闪显得气氛十分诡异 小帅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牙医察觉到了他的不是 夹起一块肉也放进了嘴里 吃肉的一瞬间 小帅好似看到了他的另一副面膜 回想起刚刚吃的肉 小帅吓得立马站起身借口回到房间 小帅小心翼翼地打开电脑 早上放的东西还在电脑上的痕迹已经不见了 和手机里的照片对比了一下 看来确实没有进来过 他回想起阿姨吃肉的样子 感到细思极恐 与此同时双胞胎开车被警察拦下 感觉到不对劲的小花叫他们打开后备箱 发现了一次血的液体 大傻借口是扔食物垃圾导致的 此时他发现女警是一个人出警 二傻也怪笑着走了过来 好像要对小美不利 就在准备动手时 另一名警察从车上下 询问情况 双胞胎这才放弃怪笑着离开 而这天晚上小帅做了一个诡异的梦 一个军人躲在角落吃人肉 军人举着人肉的身影煞内间变成了牙医 这可把小帅直接吓醒了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更恐怖的是牙医一直在另一边偷窥着他 第二天出门的小帅有将一团绒毛夹在电脑里 经过走廊时若有所思 忽然一回头 猥琐男就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刀 笑着对他说想问我杀了你 说完便回到了房间 小帅刚想上前敲门里问 可想了想还是算了 疯子惹不起只能躲着 此时小花来到考试院楼下询问胖大神 调查失踪的外国人消息 正好小帅从门口经过 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这让小帅产生了怀疑 因为他只是之前分明听胖大神说 302之前一个住户是自杀的 怎么又突然失踪了 上班的路上小花记着顺路的机会 将小帅带上了车 在车上二人提起失踪案 小帅疑惑到问小花 除了外国人还有接到其他失踪案吗 因为他总觉得考试院内 与这个诡异的事情都有些关系的 而且前一段时间还来过一位刑警 之后却再也没有消息 小花问小帅刑警的联系方式 小帅想起名片放在公司 便答应到公司后发给他 于是他将小帅送到路口后驾车离开 而这都被胖大神亲眼目睹 胖大神心里非常不熟 这是一个迷信的女人走了上来 和路过的房东大神搭话 两人随机聊了起来 这到手的肥杨怎么可以放过 他附和迷信大神将他骗到了公寓里 接着让他喝过自己下药的咖啡后 很快还在聊天的大神陷入了婚礼 而等他再次醒来后 就看到房东大神举起刀对着他笑 看到这一幕女人直接大小便失忌 与此同时小帅和同事聚餐 巧的是他们吃的还是生扮牛肉 回想起那晚在考试院吃的肉 小帅顿时一阵反胃跑到厕所 好不容易缓过来 小黑来到他身边神神叨叨 还说他是靠脸吃饭 小帅挤压的情绪终于爆发 还对着镜子说要杀了小黑 此时小花联系之前那位刑警 却得知刑警在休假已经很久没来 没有多想小花来到牙医的诊所看一眼 提起考试院的诡异小花产生了怀疑 牙医想杀人灭口将监控关闭 拿着凶器正准备对小花动手时 小花的电话突然响了被领导叫回去加班 这才逃过一劫 晚上牙医来到了气氛变得阴森的思路 看到了一群人又抓回来了一个女人 她很生气 而胖大婶说承认了是自己做的 表示牙医是不是连自己也要杀掉 牙医并没有搭理他 此时小帅回到了公寓 房东热情地给他递上了一杯水 小帅没有多想喝过后就回到了房间 很快他感觉头昏目悬 而此时的门外的几个背体 手拿凶器准备伺机而动 牙医通过墙壁上的眼睛也在悄悄注视他 可小帅却在晕倒下的一瞬间 被抢上脱落的包打住 这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 没察觉的又坐到了电脑桌前面 发现自己早上放在那里的毛发有消失 这显然肯定有人进过自己的房间 生气的小帅直接跑了出来 而此时门外众人已经散去 原来是牙医提前通知了他们回去 小帅找到房东要求调取监控 可打开监控室 却只看到了维索男站在自己的门口 下一秒监控就按照剧情的坏调 这让小帅直接锁定了维索男 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 他直接愤怒找到维索男 直接抓住他的衣领询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而此时的维索男又开始不说话 只是看着小帅诡异的笑着 小帅顿时被他忍无了 抓着维索男便开始要教训他 而这时他却吐恍不见 看到了死去的闷骚男 定睛一看原来是牙医 看着一群人站在楼道里诡异的笑着 看着自己 此时的小帅才是体会了刀疤大叔的场景 这群人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愣在了原地没有再去纠结这些事情 转身慌忙地回到房间 这时自己的房门又被敲响 原来是牙医约他到了前台聊天 得知小帅生气是因为 认为维索男偷偷开自己的门 他开始自己的洗毛 他询问小帅有没有想要杀了维索男的冲动 让他不要再继续隐忍下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小帅听到他的话只觉得毛骨索然 并没有理会他便转身下来 第二天起床的小帅来到了警察局 找到和小花跟他说明了考试院四楼 总有奇怪的声音 让他去查看一下 刚准备和小花说一些详细的情况 就看到不远处的房东正死死地盯着他 害怕的小帅慌忙地离开了警局 而之后小花听了小帅的建议 也一个人单独来到公寓四楼查看 他拿出了手电筒和警棍缓缓缓地走了进入 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查找 而此时大傻正捂着之前被房东抓回来的女人 威胁他不要发出声音 很快小花就找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可他并没有察觉到有问题 昏暗的房间破旧不堪 而此时的大傻正站在小花的身后想要偷袭 听到有动静小花回头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便转身离开了四楼 等大傻回去查看时 竟发现刚才的女人已经消失不见 原来女人趁机慌忙逃到楼下 她立马向旁边的人求救 却没想到她求救的人正是这群变态的老大牙医 她又一次被牙医抓了回去 晚上因为牙医很久 小帅和公司同事聚餐时合得明顶大醉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睡着 司机根据定位并没有找到公寓的位置 于是将小帅送到了警局 而此时小帅的女友小美 因为联系不上小帅担心的她 来到了公寓寻找 在公寓的楼下遇到了牙医 两人交谈之中牙医得知小美是来找小帅 告诉她小帅就在三楼 于是小美鼓起勇气大胆地走了上去 到了三楼就直接被热情的房东大姨拉了进去 这边从警局醒过来的小帅 看到了女友发来的电话和消息 知道女友去小旅馆找她了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立刻拉上警察局的小花和同事 开车前往考试院 赶到后她拼命地在楼道里 含着女友的名字寻找 却听到了走廊镜头傻子的笑声 等她走到查看时 一群变态正围着女友一起玩游戏 小帅此时悬着的心得才终于放下 她急忙拉着女友来到楼下 并告诉她以后没什么事情不要来这里 这里的人都很奇怪 不知一哪天会干啥奇怪的事 可小美却被她的异常的行为感觉到生气 表示如果小帅不喜欢住在这里 大可以从这里搬走 为什么还要这样姻缘 可她身为女朋友却不知道小帅也有自己的难处 谁想住在这阴森恐怖的考试院 可面对女朋友她不好意思承认 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小美被女警小花成功地送回了家 第二天在厨房寻找尸的小帅 又再次听到楼上的动静 这一次她壮着胆子走了上去 而此时的四楼几个变态正在处理 之前迷信大婶的尸体 猥琐难让大傻小一点声音 不要被人发现 却听到了此时楼道口的小帅的呼喊 这让两个变态都愣了原地 大傻直接拿着刀冲了出去 便要准备解决小帅 小帅却突然接到了电话又离开四楼 等到大傻再次回到众人面前时 下一秒就直接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被牙医直接抹了脖子 她再次警告众人不要动小帅 她是自己的猎物 自己要亲自将它变成完美的作品 果然在最大的杀人魔面前 所有的变态都是小弟 深夜小帅又做了个噩梦 自己坐在一个房间内诡异地朝着自己笑 这可怕的噩梦一次比一次严重 再不被这群店太傻了 也要被自己内心的恐惧吓死了 她觉得要搬离这里 第二天小帅的房门又被敲下了 这次是一个年轻的小伙 小伙表示自己是新搬来的租客 热情地和小帅打招呼 并表示自己想要借一下充电门 可现在住过一段时间的小帅 已经知道这里都是变态 警惕的她此时身后正藏着一把刀 她并没有理会小伙转身关了房门 只留下门口的小伙一脸 怎么感觉这个楼的人都怪怪的 这边的警察小花也在调查中发现了很多现象 同事打电话告诉她 之前的房东有两任丈夫 但都意外死于事故 甚至父母也是意外死亡的 而在这之前房东为他们买了高额的保险 甚至连考试院那都专门买了巨额的活灾线 如果说一切都和房东没有关系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随后小花和警方将大审列入重点怀疑对象 但他们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抓人 紧接着小花又在调查保育院时 发现保育院名叫全边保育院 而去的牙医的诊所也叫全边诊所 而且牙医她也住在考试院 这不禁让小花开始怀疑 这群变态是没有作案动机的 而是团伙作案 否则为什么现场连个证据都没有 第二天 小帅和住在考试院唯一的一个正常人小伙成为了朋友 他们两个聊天时 小帅将自己在考试院看到的所有怪事都告诉了新人 并劝他如果有机会还是尽量地搬离出去 最后还不忘解告 就算停到了动静也千万不要去思路 因为那里充斥着恐怖和危险的气负 可新来的小伙虽然答应了小帅 但还是并没有太在意 而当天晚上小伙又将小帅约到了考试院的天台 并且将自己在床下捡到的钱包交给了小帅 结果查看钱包的小帅愣住了 这不正是之前住在里面的刀疤大叔的钱包吗 可如果刀疤男的身份证和钱包都在这 他又怎么能离开了 事情越来越诡异 小帅决定这个月拿到工资就立马搬家 下楼准备回到房间时 又看到猥琐男拿着刀站在自己的门口 这让小帅也是赶紧躲了起来 赶紧拿出手机准备拍下证据 却被身后的房东阿姨叫住 吓得小帅手机都要掉了 照片也没有拍到等到他再次回头时 刚才站在自己门口的男人竟直接消失了 了解过后房东直接带着小帅 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猥琐男的门口 大婶上来就给了猥琐男的一巴掌 小帅认定了刀就在猥琐男的房间 经过一顿乱翻却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刀具 晚上回到房间的小帅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可却因为没有找到刀具也没办法报警 他害怕猥琐他来报复 于是将椅子放在门口 坐了一晚都没有赶睡 直到第二天早上 精神已经激进崩溃小帅来上班 面对老板的喊声 他完全就没有心情谈 等到一群人出去吃东西时 小帅面无表情拿起来 旁边欺负他的小黑的键盘 便直接扔在了地上 不解气的小帅还直接一脚一脚地疯狂发泄着 这一刻他已经被牙医的话有些洗脑 开始逐渐黑化 晚上小帅不想回到恐怖的考试院 于是来到网吧上网 却又被旁边的小混混找到麻烦 此时的小帅并没有选择因人 战斗力惊人的小帅 直接将小混混打得落荒而逃 而自己也身受重伤倒地不起 这时牙医又出现走了上来 对着小帅表示他做得很好 于是将小帅带到了自己的牙科诊所 治疗小帅受伤的牙齿 小帅也从愤怒中恢复了理智 他非常地害怕地躺在手术台上 因为他知道牙医也是个变态 而且还是最可怕的那一个 回去的路上他请求牙医放过自己 并表示自己很快就会搬走 可和变态谈条件又怎么行得通 牙医念无表情的表示并没有多说什么 等到走到门口时 新入住的小伙和小帅搭话 表示自己闻到了四楼传下来的味道 是血腥的味道 商量能不能和小帅一起上楼看看 可小帅完全没有心情搭理他 却被旁边的牙医听了个清楚 小帅一句行尸走肉一样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却被桌上摆放了毛巾 高度压抑的他误以为是一只死猫 显然被吓得已经精神不正常 这天晚上小帅又是一夜没睡 他抱着自己的头在狭窄的房间内 不断地发暴 第二天来到公司 旁边的小黑发现了自己键盘被毁 他暴怒的指责小帅一定是他干的 小帅也没有惯着他 直接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 拿着杯子就直接摔在了他的头上 不解气的他又拿起了键盘 一下一下地砸在小胖身上 直到同事回来将他拉开 他离开了办公室来到公园坐下 想到刚刚自己殴打小黑的话 他竟忍不住笑了起来 晚上老板将小帅约了出来 询问他最近是怎么了 为什么感觉像变一个人 面对男人小帅完全不想打理他 直到女友小美走过来 才打破肝大的气氛 可这时的老板还不停地作死 在小美面前表现自己 然后贬低小帅 生气的小帅直接拿出旧瓶子 就想砸在老板的脑子 被女朋友小美拉了下来 这时牙医又来凑热闹 直接走了过来淡定地坐下 把老板没有的小心思全都抖落出来 眼见情况不对 小帅立刻拉着牙医走了出来 请求他不要再插手自己的事情 可牙医却说 看到小美从老板的车上下来 心里是什么感受 是不是想要杀了老板 那就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说完他便转身准备离开 而此时老板上前 便又开始了新一轮地对小帅秉立 小帅没有搭理他 只是让他走夜路的时候小心一点 老板直接生气地揪住了小帅的衣服 不依不饶地准备教训小帅 被小美赶上来制止两人 随后他带着小帅离开了现场 可恐惧让小帅再也不想回到考试院了 两人随后来到了酒店 到了酒店他开始出现幻觉 牙医就好像恶魔一样 好像在哪里都无处不在 他拿起刀子冲向牙医 将刀子架在牙医的脖子上 可画面一转竟然是小帅的幻觉 此时现在他面前的牙医突然变成了女人 他慌忙地扔下刀子 不敢相信自己自己的行为 小美也接受不了小帅疯疯癫癫的样子 转身失望地离开酒店 而这天晚上考试院内只留下了 新来的小伙一个正常人 出于好奇他做死地上了四楼查看 走进漆黑的房间一股恶臭袭来 他走进房间四处查看 而这时门后却传来动静 他立刻躲了起来 看到二傻和猥琐男正抬着一个甚险的八带 等到猥琐男和二傻逐渐走远 他这才松了口气 准备悄悄地离开这个地方 而这时身后却传来了敲击声 原来是终极大巴的牙医 正站在他的身后 他面无表情地表示小伙该退房 再回头刚刚的两个变态也已经看到了他 伴随着牙医开工 他直接冲上去一幅头看了下去 而此时的小帅刚刚看着没有离开 就收到了手机里新人的求救消息 害怕新人小伙出问题 他拿起水果刀拦下了一辆车 便急忙地回到了考试院 楼道内充斥着诡异的风格 小帅偷偷地打来小伙的房间查看 却并没有发现人 结果下一秒小伙从身后叫住了他 说自己只是跟他开个玩笑 可小帅从小伙的语气中 新人可能是已经受到了变态们的威胁 急忙想离开现场 新邻居立刻上前拉住他 表示让小帅陪一下自己 小帅没有理会他 却头也不回地选择离开 只留下了站在原地无助绝望的小伙 他哭着想要将小帅叫回来 小帅离开后牙医探出了头 表示小伙没有完成自己交给他的任务 要接受处罚 小伙此时已经被吓得无与伦比 紧接着牙医直接揪着他的头 又将他绑到了四楼的手术台上 残忍的牙医一颗一颗将他的牙齿拔了下来 他要将这些被害人的牙齿做成手链 送给自己最完美的作品小帅 说完他将小伙留给了二傻处理 然后便匆忙地离开 而此时的二傻并不着急杀人 他要和小伙玩一个游戏 故意给小伙送来手铐放他一条处理 如果可以在规定时间逃走就放过他 紧接着他开始蒙住眼睛到紧 而小伙也拖着受重伤的身体急忙地逃走 可他刚走到楼下三楼 就遇到了好心的大婶 大婶又开始捉弄小伙 关心和询问小伙这是怎么了 在听到小伙子回答后 他急忙地将小伙藏在了旁边的柜子下 并告诉他不要声音躲藏好 而这是狩猎的二傻也拿着斧头追了过来 他询问大婶有没有看见小伙 此时都在旁边的小伙都快被吓尿了 房东大婶故意说给小伙听 表示刚刚听到了动静可能去了天台吧 随后他憋住不让自己笑出声 指向了旁边的桌子响 两人很喜欢这种玩弄猎物的感觉 小伙便悄悄地从桌子下走出来 扩着受伤的腿准备逃走 谁知下一秒身后的二傻突然冒出来 对着小伙表示游戏已经结束了 而拐角处的大神笑着走了出来 这时小伙才知道原来他们全都是一伙 可此事已经为时已晚了 等待他的只有死 第二天小帅就听到了老板死了的消息 他知道是牙医做的 害怕小帅再也不想回去那个恐怖的地方 他连行李都不想要了便准备回老家 在路上却遇到了之前的当兵的战友 于是两人来到餐厅酗酒 可还没聊两句就接到小美的电话 接起来的小帅才发现是牙医的声音 原来牙医绑架了女友小美 让小帅尽快回到考试院 自己就在她的房间里等她 此时的小帅也来不及恐惧 他要回去和这个变态牙医做个了断 战友也跟他一起上了车 两人随即来到了考试院的楼下 小帅给警察小花打去了电话 他告诉了他考试院的情况 便直接和战友一起上了楼 他就再次踏进了这无尽黑暗的地狱 他走到自己的房间查看 只见电脑被打开 这上写下了我在等你 紧接着他又开始四处查看 楼道里其他的房间寻找女友 去发现所有的房间都空无一人 就连猥琐南墙上的小纸片都被清理干净 等到再次回到房间时候 刚刚还叫嚣的战友 已经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原来是大婶送给小帅饮料被他喝了 这时楼道内传出的动静 孤立无缘的小帅只能先关上门躲起来 而这时声音走到了自己的门前就停了 小帅此时害怕的大气都不敢闯 下一秒自己的房门直接被斧头劈开 原来是二傻和猥琐们 准备进来结束小帅 他们很快就将门劈开了一个大洞 小帅此时拿着刀都快被吓得尿裤子 他们很快就顺着劈开的孔子 打开了房门 而正是站在门外的牙医和两个变态正看着小帅 牙医表示让小帅杀了战友 自己就放过他的女朋友 此时的小帅拿着刀看着躺在床上的战友 黑话终究还没到最后一幕 他拿着刀冲着三人 牙医顺势将小帅拎到了隔壁的房间 然后关上了房门 他要开始最后一步对小帅的黑话 两人随即在隔壁房间扭打了起来 可是单力搏小帅 又怎么会是变态杀人魔牙医的对手 很快便被牙医制服 从房间里直接扔了出去 就连房间的门都撞碎了 小帅昏了过去 而隔壁房间的战友 也已经惨遭两个变态的毒手 直接被乱刀砍死 等到小帅再次醒过来时 已经被绑在了四楼 看着躺在床上 马上昏迷不醒的黑暗 小帅以为也已经惨遭毒手 他愤怒地看着牙医 这一刻小帅恨不得将牙医思索 而牙医只是为小帅带上了 自己亲手为他制作的牙齿手链 便开始了最终环节的对小帅的电话 小帅好像被催眠了一样 冷静下来看着牙医 也表示自己不会杀了小帅的 随后他露出了诡异的威胁 而这边小花根据小帅的电话 也独自一个人来到了考试院 不得不说小花也是心大呀 他走上了楼拿起了电机棒询问房东 小帅人在哪里 房东还装作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 想继续演下去 此时的小美已经知道楼里都是变态 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 而这时旁边的二傻直接冲出来 想要偷袭小花 被小花直接拿电机棒电晕 大婶趁机将小花的头猛地 撞在旁边的柜子上 小花也昏迷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已经被绑起来 而躺在旁边浑身是鞋 正是失踪的刀疤大叔 小花吓坏了不断地挣脱倒在了地上 探准了旁边的玻璃准备自酒 这时猥琐男也走到四楼 要对小花图谋不顾 关键时候小花挣脱 偷袭了猥琐男可还是因为被绑了束缚 直接挨了猥琐男一拳 便有一次晕了过去 而这时房东大婶走了进来 看猥琐男动了自己的变态 大婶非常不高兴直接一盆热水 直接浇在了猥琐男的头上 紧接着又拿起了旁边的扳手 直接一下砸在了猥琐男头上 细耍猥琐男 紧接着一招声东击西 吸引猥琐男注意又朝着她的头上 重重地来了一下 这次猥琐男也直接领了喝饭 大婶变态踩在猥琐男的身上 并没有停手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不要碰别人的东西 发泄完的大婶从房间里走出来 在楼道内碰到了牙医 大婶和牙医是一伙的 她觉得牙医是自己养大的 所以她不可能回对自己动手 询问牙医将人改造好了吗 牙医表示要带她去看一看 紧接着大妈刚想上楼 就被牙医制止 一个手势暗示她小帅在厨房 等大妈来到厨房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这时她才意识到 可能牙医要杀她灭口 她随便从从厨房最封立的到 边上了楼寻找牙医 昏暗的楼道内非常积极 下一秒大婶就直接被一双手拉进了房间 原来她牙医早就埋伏好了 她直接一副头披在大妈的头上 大妈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说完便被牙医直接扔了出去野鲜活发 等到过了一会儿 二傻匆匆地走上了门 发现猥琐男和大妈都已经死了 哥哥也已经死了 而这一切都是牙医干的 她虽然傻 但也知道牙医是不会放过她的 这种改造出来不完美的人变态 所以她决定先下手为强杀了牙医 于是来到天台找到了牙医 没有废话直接拿刀刺了就过去 牙医顺便还演了起来自己中招 结果下一秒傻笑的二傻 直接被抹了脖子 接着牙医一顿疯狂输出 她也领了盒饭 作为本剧最傻的的小变态 怎么可能打得过终极变态呢 此时警察小花也醒了过来 她的绝望中寻找机会却被锁了起来 这时看到了死了的猥琐男脚上 还带着了犯罪的脚靠 她知道一旦脚靠损坏 就会触发报警装置 于是她拿起扳手不断地砸向猥琐男的脚 很快警察这边也收到消息 他们迅速地前往考试院 而这边的小帅也正拖了束缚 她拿着武器找到牙医 牙医询问小帅现在是不是狠手 可以随性所欲地杀人 这就是她想要的世界 小帅没有废话 两人也开始了最后的决意死战 这次小帅没有任何的手下留情 她已经完全地疯狂变成了一个变态 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杀了牙医 两人的扭打在一起 但是小帅就算黑化也始终打不过牙医 可牙医却并没有对小帅下死手 两人从楼道打到房间 小帅随手捡到了一把手术刀 无意之间划破了牙医的喉猫 才结束了战斗 大boss就这样出乎人的意外惨死 这也太草帅了吧 一切好像有在牙医的掌控范围内 她的目的就是让小帅杀光了考试院所有人 其中也应该包括她自己 很快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看到的都是变态们尸体 小花小美还有刀疤大叔 以及小帅都成功地获救 很快新闻就报道了考试院变态杀人的时间 小帅也几人也被成功送到了医院 几天之后小花来到医院小帅 因为刀疤男和小美的证词对小帅非常有意 所以小帅杀了牙医的事情 也被认证成正当皇位 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可小花依然有很多疑问 之前所有的变态都是一刀之灭 可牙医的伤口却好像是一个新手故意所 牙医真的是小帅无意中被杀的吗 为此小帅并没有做出遗党 临走时小花发现自己从小帅哪里借的书 还没有来得及还给她 她又再一次地走进了医院 无意间她好像看到了牙医 再次来到了小帅的病房 在还书时 却看到了小帅手上的人牙齿 项链不断地发出撞击的声音 这让小花愣在了原地 因为她在昏迷中好像听到了一模一样声音 所有的变态真的是死在牙医手里的吗 想到这里小花感觉细思极恐 而此时的小帅也露出诡异的表情 而她的电脑上一直在写着去死去死 她已经完全被牙医改造成功了 好了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记得点赞关注番茄哦